那离开胃之后食物就进入到小肠 胃刚刚提到分三阶段 就是三个部分 有喷门部、胃本体跟幽门部 小肠也分三阶段 分别叫十二指肠、空肠与回肠 十二指肠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长度 大概是一个成人的 十二根指头这么的宽 二三四五 好再加两根 一二大概是这样子 对不对 好这样的长度哦 十二根 不是这样子面那么长 就十二根指头宽 所以然后写一个十一字型 叫十二指肠 空肠呢 是平肠它里面是空的 它是个消化空间的缓冲 平常是没有食物的 但回肠就有食物 如果今天真的吃太多 食物才会从回肠 一直塞车、塞车、塞车 塞车到空肠 所以一般空肠是不会有食物的 通常在回肠 回肠是弯来弯去的 所以叫回肠 空肠很空 所以叫空肠 好把这些小肠剥开来看内秤 会发现小肠内面不是平滑的 它会有很多凸起物叫皱壁 皱壁上会有很小的龙毛 而龙毛是由柱状上面细胞围起来的 中间围出的空腔叫龙毛腔 属于疏松的解体组织 而中间还有一些构造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 我们先不急 我们来看我们小肠的结构 你把小肠剥开之后 它的内秤不是光滑的 好像有一圈一圈的环状构造 这个构造叫环状皱壁 环状是形容词 所以你直接叫皱壁也行 那它是环状什么 叫环状皱壁也行 这个皱壁的壁请各位特别要注意 它不是土字边 它是衣字边 它不是墙壁 它是衣服的皱壮 所以叫皱壁 这个环状皱壁我们把它拉大来看 好大的凸起 这个框壁很粗 你用手机摸环状皱壁 会发现上面也不是光滑的 摸起来的触感 有点像你家的龙毛玩具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皱壁上 有很多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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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细细的毛叫龙毛 所以这个过程叫龙毛 龙毛就是你龙毛玩具的龙毛 好我把其中一个龙毛放大 这个放大你肉眼就看不到了 这个龙毛非常的细小 要显外镜看 好这是一根龙毛的样子 这个龙毛呢 它的外面一圈就是单层柱壮上皮细胞 这我们之前学过 单层柱壮上皮细胞 中间画斜线的位置叫做龙毛腔 龙毛腔并不是一个空间空气 也不是真空 叫龙毛腔 里面的空间其实就是疏松前进组织 因为它属于粘膜层 你磨成的外面是上皮细胞 就是单层柱壮上皮细胞 里面就是疏松解力组织 所以龙毛腔是疏松解力组织 好那龙毛腔里面呢 你会看到很多管道 这个管道写在旁边 这是龙毛腔 龙毛腔里面有一些循环用的管道 好我们会看到有乳米管 以及微血管 微血管大家比较熟悉 就是一般的组织的微血管 什么是乳米管呢 乳米管就是一种微灵管 微小的淋巴管 好所以在龙毛腔里面 你会有最小的血管 微血管 也会有最小的淋巴管 微淋管 它们的功能是负责吸收 水溶性及脂溶性养分 这个我们在这个章节的后面 最后面就会介绍了 好这是我们的龙毛 好那龙毛如果放大来 等一下 我把这龙毛放大来 这一个龙毛细胞 我把它放大 龙毛细胞上面呢 会有很多细胞膜开始往外 皱褶的这个凸起 好这个构造叫做 微龙毛 是龙毛的上皮细胞 细胞膜向外突出形成 增加表面积的构造 叫做微龙毛 微龙毛的结构 我们过去学过类似的 就是植物的根的根毛 根毛是凸起一个好处的一根 来增加表面积 对吧 目的是为了增加表面积 我们的微龙毛也是啊 好多的很细小的凸起 来增加我们的龙毛上皮细胞 吸收食物的表面积 好的 所以呢 我们的小肠通过了三次皱褶 第一次皱褶是环状作弊 环状作弊上又突出很多 很细小的龙毛 龙毛的上皮细胞上 又有细胞膜突出形成微龙毛 是叫三级皱褶 让我们的小肠的内面 表面积超级的大 来增加吸收养分的能力 这是小肠的构造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肠实义上的照片 这是十二指囊切开来翻起来 你们看到这边有好多环状的皱褶 这就是环状皱壁 好你看这张照片 这个环状皱壁用肉你看也觉得 它表面觉得不光滑 摸起来毛茸茸的 因为它有很线线细的龙毛 那龙毛做切片 然后在显文镜会看到 龙毛是一圈龙毛上皮细胞围起来的 而龙毛上皮细胞上呢 会有微龙毛 我们看这个实义图 这一根大根的叫做环状皱壁 这个环状皱壁呢 上面有个细细的毛 这细细的毛放大就这一根 这根毛放大了 这显文镜要看 好那外面呢 会有单层柱壮上面的细胞 那说到上皮细胞 放大来上面有很多 很细的细小的细胞膜这样吐起 就是微龙毛 好了 有皱壁 有龙毛 有微龙毛 三级皱褶 使得小肠的表面积 变得很大 好那我们来看看小肠的运动 不论是食道 还是胃 还是小肠 如果你是把食物往前推进的 就叫做蠕动 蠕动的功能是把食物向前推进 而另外一种运动叫分解运动 是一开始这边收缩 这一段 这几段收缩 接下来呢 改换这几段收缩 接下来又回到这几段收缩 它的功能不是把食物往前推 是负责来混合搅拌食物的 混合搅拌食物跟消化液的 好所以这两种运动功能不同 蠕动是向前推进 分解运动是搅拌混合食物 而我们的小肠 两种运动会同时进行 它会形成很复杂的波形 同时往前推 一边推动又一边搅拌 这样才有效率 好继续看画面右边这个图 这个图我是故意找来给你看的 这边出现 这好多放的好大 我看不出来它是谁 它是小肠的龙毛 但是龙毛 哪里是龙毛的一根龙毛呢 好我画给大家看 这样子是一根龙毛 这样子是另外一根 为什么知道啊 第一个特征是 请看这个悲状细胞 它是向外分泌黏液的 所以黏液一定要分泌到它的表面 所以这个在表面的这一层 就是表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请各位看 我现在框起来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的界线 好模糊哦 为什么啊 我画一个细胞出来 这是个单层柱状肠细胞 因为它的外面的细胞出现了非常多非常多细小的 微龙毛 微龙毛细到光学行为镜看不清楚 所以看起来糊糊的 它其实很多很细的凸起 所以这个模糊的界线更能证明这边是微龙毛 而微龙毛是朝向外面的小肠腔的 好所以我的背双细胞分泌 所以黏影是分泌到手肠腔 好所以这样可以判断 这是一个龙毛 化斜线的位置就是龙毛腔 它就是疏松解力组织 好就可以用这个图形中这些特征来判断出来 好以上这是我们对于小肠的相关功能或结构的介绍